哈囉大家好 我是彩妝師Gini 今天這支影片要跟大家分享 油性皮膚在夏天的化底妝方法 大家可以使用自己品嘗的粉底 運用到我們待會的技巧上面 每個人的膚質不一樣 待會的方法除了會針對毛孔粗大 還有容易出油的地方 用一些方法來演化我們 油性皮膚出油的速度 硬妝也是非常重要的 廢話不多說 一起看下去囉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先確認你已經追蹤我的頻道囉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幫我按讚 並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在化妝前先噴上一次補水又控油的噴霧 接著擦上凝膠類的產品 油性皮膚在夏天請避免使用太油的產品 在畫所有底妝之前 我先使用修飾毛孔的產品 以刷子沾取少量的產品 來回清掃的方式填補毛孔 接著可以上一層自己喜歡的試底乳 如果你是中東大油甜的超油皮膚 可以把試底乳換成有控油成分的喔 粉底的部分不一定要用刷子 但請記得分成局部來打底 並且使用乾的海綿來上妝 以重複點拍的方式直到粉底被推勻 油性皮膚對於遮瑕膏的選擇我建議使用遮瑕棒 遮瑕棒比較保濕能幫助遮瑕膏更持久 上完粉底後先噴上一層定妝噴霧 等定妝噴霧乾掉後我們就可以上蜜粉囉 蜜粉大家可以選擇有柔膠效果的蜜粉 這裡使用刷子上蜜粉有一個訣竅 請用斜45度角的方式輕輕的往上推壓 用蜜粉填補毛孔中的空隙 就可以看起來有超級美肌的效果喔 最後如果你化完妝發現自己的鼻子馬上又出油了 我會使用一個柔膠的毛孔補妝產品 刷在鼻子上後用乾海綿輕輕的按壓 也不要太大力的推你的皮膚喔 下完蜜粉之後我會再一次使用定妝噴霧做二次的定妝 所以我總共使用兩次定妝噴霧喔 這種一層一層膝脂堆疊的方式 可以讓油性皮膚有持久又修飾的遮蓋臉上的缺點 大家做好筆記了嗎? 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這裡結束囉 追蹤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然後維持一個持久又漂亮的底妝 我們肌膚本身的照顧是非常重要的 平時一定要注重保養跟清潔 同時呢油性的皮膚我也不建議大家妝畫得太厚重 寧願帶一些補妝的東西可以出去 在出遊的時候可以補妝 也不要說你在早上的時候就先畫得太厚重 下午在出遊之後妝感會看起來太恐怖喔 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